... 糟糕了 這聽起來的話 你要忠老一生了 你這房子的話 好像裡面的 裝潢的風水有一點問題 而且又是什麼晦氣 然後呢 還有那個大樑壓頂的問題 你那時候 裝潢的時候有沒有介意這些 我剛剛看到那個客廳 有一面大面的那個鏡子 鏡子 對 我其實沒有介意 風水上的某些東西 而且有些東西我本來就知道 對 比方說你們剛剛看到什麼 腦袋在樑下面 或是客廳的鏡子 我本來就知道風水上 它會有什麼結果 我本來就知道 可是我沒差 我反而就一個人 還是你想要那個結果 你沒有刻意把它避開嗎 我沒有刻意避 對 我沒有刻意避 我就是看大體上的風水 大致上OK的就好了 所以你住進去 你有沒有特別在意說 那個風水的問題 好到一個沒有辦法 慶悔的 對 工作太多 錢太多了 想辦法少接一點 他也很厲害 你知道嗎 你看換了15間房子 他那時候換房子的時候 他說他第一本書 那時候就賺了1000萬 快1000萬 快1000萬 那你1000萬是怎麼運用的 你那時候是怎麼用的 我連錢到哪兒去了 我都不知道 你拿來 那怎麼會說賺到1000萬 我跟你講 慶學哥 我前面在演藝圈這20年 我真的是荒唐過日子 我永遠不知道錢哪裡進來 永遠不知道錢哪裡去了 你可以約收入很多 你也不會在乎對不對 不在乎 我就覺得反正出去就 明天就有了 明天就有了 沒差 對啊 所以福人福地居 所以其實沒有差的 沒有 其實他嘴巴嘴硬而已 要不然你如果不相信風水 你幹嘛在臥室 弄個什麼風水的布局 臥室 臥室有風水布局 有 我有一個水晶洞 水晶洞 水晶洞 有粉金 上面還供了一個原本 你那個粉金也沒用 那你還說沒有 不是 有的東西是 有的東西是比方 像那個粉金是人家送的 有的東西是我信 有的東西是我不信 那個是幹嘛 柴味還是招桃花 那個是柴味 粉金是招桃花 那比如說糧的問題 大家都很好奇 糧的丫頭的問題對不對 但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樣 我認為所謂的風水 就是古時候的室內設計 因為古時候的條件 跟現在人不一樣 以前不能睡在糧下面 是因為以前有什麼意外 那個糧有可能壓下來 會砸死你的 因為沒有在用釘子的 現在沒有糧這個問題 沒有糧吊椒板砸死人 其實我滿意外 我覺得他應該是 滿相信風水的人 因為他以前寫那種靈異小說 你之前那個 有一些房子聽說 還有一些靈異事件 你照道理講 應該要很相信風水才對 他有研究過 你反而是不相信風水 我很相信 宗教風水這些東西 但有的東西是 我有自己的解釋 我會覺得 比方說剛糧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 遲至今日他已經是不一樣 對 所以你住進來這邊 都沒有發生什麼任何的 奇怪的事情嗎 沒有 好得不得了 唯一奇怪的事情就是 怎麼進來工作變那麼多 怎麼錢增加速度那麼快 那就是炸開在這裡 你看他多會賣房子 好 來 這個帥過頭 跟那個史未其實 都到現場去看過 但是其實那個蔡律師 剛剛特別有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有關會氣的問題 對不對 什麼會氣 像這個格局來講 是… 就是說像你們的房子裡面 就是說這個浴室 外面有沒有 就是對著另外一個房間的門 其實沒有 因為土子是大概一個 大概一個門 就是說如果說像 你說這個 家裡面最好不要這個浴室的門 對到 對到主臥室的床 對到這邊 因為這邊你會經常聞到那個味道 浴室會有會氣 會氣可能排出來 就跑到另外一個房間去了 對 這個可能在風水上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客廳這邊有一個大的那個面 那個鏡子的話有沒有影響 一般我們如果說擺鏡子 其實應該是要把它反射 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把它反射出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有些人就裝那個八掛鏡 比如說大樓有飯衝 他是裝在外面 把它折回去 你先把那個鏡子放在室內 其實那個基本上是比較不好的 而且大家有沒有一個印象就是說 突然起來有沒有 沒有 看到鏡子嚇到自己 對… 其實風水的 對 有時候坐起來你看 怎麼這麼帥 誰啊 我自己 所以你會被帶回來的妹 還有跟自己都會嚇到就對了 沒有…帶回來的妹 我跟你講 近來的女生多好喜歡那個鏡子 而且近來的很多客人 你會發現 一近來就開始在那鏡子那邊 但是那個鏡子 我知道在風水上 唯一的缺點就是 親情不容易凝聚 家人會比較容易分散得比較遠 對 那其實什麼琴都不容易凝聚 不過你家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廁所 廁所 因為我爬上去看了之後呢 第一個 你的通風管道沒有接出去 對… 所以你的蛋糕味會在天花板 然後再慢慢的沉下來 所以你廁所 如果你不洗澡的話 那個廁所是臭的 可是它這個廁所已經算不錯 有窗戶了 沒有 那只是漂亮而已 有窗戶了 它是臭的 然後窗戶冬天一風吹進來的話 是你全家都是那個味道 然後第二個是 你的天花板已經發霉了 所以你再注意下去 那個霉會更嚴重 到時候整個就開始滴滴答答露出 你的這個浴室 你一定會有 我們家就沒有 你泥家就沒有 抽風抽出去了 那你是不是就乾脆 不要裝那個天花板 不是…一定要裝 因為你沒有天花板 你那個… 你原來的樣子 更讓你覺得恐怖 那它上面一定會發霉的 沒有啊 因為泥家沒有 我去看過它的浴室 是非常的乾淨 它可以不在家洗澡的 是 那個外館 打氣排掉 打氣排不掉的 是在你們家裡 好 來 你們大家都是雞蛋裡 挑骨頭 這全部都是在一個精華地段 好 麻煩各位給那個維銘哥 一個這個房地產的一個 他的豪宅的一個 第二次的一個估價 剛剛看了非常的多 麻煩了 看了這個外面的一個交通 以及生活的機能 生活的環境 以及他室內的一個格局 那我其實還滿加分的是 他那個夜店風 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來 維銘哥的這一個豪宅 這個是34坪 當初買入價格 是買在1010萬 那維銘哥他自己估 現在的價值是2200萬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我們來看一下Sway Sway給予他的一個價格的話 是 我扣了100萬 扣100萬 所以點是1430的總價 你這樣一瓶是多少 這樣一瓶 可能就是 因為他原本是45萬 所以這樣子100萬 大概就是扣了一瓶2萬 43左右 一瓶43萬 其實他的裝潢大有問題 要重做 我等一下要來問一下 他其實看起來很舒服 這間房子 一瓶43萬的話 國宅搞不好很難買得到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蔡律師給予他的價格 是1700萬 一瓶的價格是50萬 一瓶扣個2萬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大樓的外觀 的確如果整瓶之後 價格會比較好一點 外觀比較波爛 Sway這邊是43 妳這邊是50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有賬了 妳有賬了 妳在賬500萬 妳有賬很好睡 戳手太闊氣了 妳也是喜歡那個報紋 第一報紋 第二夜店風 然後第三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大樓的外觀 然後它下面有像小公園 然後爺爺奶奶在外面這樣喝茶 下棋 那個有沒有 大陸就是那樣 我小時候住了大陸的那個住宅 就是那個樣子 讓我有點想回家了 妳要問妳要的價不價 如果它是這種房子 你價不價 他說我爸 我怎麼價啊 沒有 他現在想要搬到 那個社區裡面去 他覺得很溫馨 不是 如果我那一棟也留著 然後那棟再給我的話 我要啦 OK啦 給妳 可以寫我的名字 我要啦 對…給我 我也要 好 那這個 多增加了500萬 然後溫馨… 雖然看你們大家都說舊舊的 可是我覺得有家的味道 有家的味道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帥過頭 最重要就是帥過頭 來 你看帥過頭多給面子 帥過頭給的一個價格是 一瓶是66萬 給以他的價格是2,250萬 帥過頭為什麼 我解釋一下 比你的價格還要高 買方式買總價不是買單價 你想一想 你現在在機器跑到市中心下 三房兩聽兩位 一個平面車位 你告訴我有沒有2,000以下 沒有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是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他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他連車位都不用買 對啊 不過他馬上就含有車位了 權狀平數裡面就有車位 因為那個是算公社 那算公社 所以他的持有平數很高 我們在台北市所 這個當然是國宅 當然我們要把它乘以0.9 我們在台北市裡面所追的 市中心所追的是 1,200萬的套房 2,000萬的兩房 那3,000萬我們就三房 就這樣 你現在看他三房兩聽兩位 你們這個是三房對不對 對 三房兩聽兩位 跟一個平面車位 你還有平面車位 所以這個一定會超過2,000萬 可是你估的這個價格 66萬的話 搞不好我可以去買到成功國宅 或者是大恩國宅 沒有啦…那個都已經85了 成功了 去年可能還買不到 今年可能還買不到 國宅的價格是不是也是鐵板一塊 就不容易跌了 還是要看… 還是要看樓層 其實維銘哥跟你講說 你們家樓上賣得很貴 因為它有文貴 對 我們家是低樓層 你們是空風場光都不太好 好,來,維銘 這個房子應該會繼續的住下去 那當然 沒有要賣 再也不賣了 竟然不會住進去 希望他會住進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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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是… 我們贏了